有人说,一言即出啊,四马难追,就是四匹马驾着车也追不回来。 意思就是,这个言要有信,不能随便说。 那么你看这个造字啊,是不是很有意思啊? 我这里再介绍一个字,就是马这边加一个介绍的戒。 这个字呢,在说文里头有,它叫马尾戒也。 这个戒就是结果的戒,就边戒的戒。 这个马尾巴为什么要把它边一边呢? 过去啊,在文献上经过很多研究啊,总不是闹得很清楚。 八十年代,我去了西安,我去参观清始皇的兵马俑。 那个马尾巴确实是编成像辫子状的。 张解元就说了,说这个马为什么要把它尾巴边一边呢? 他说这个马啊,在搭仗的时候,在车战的时候,它行进速度坏。 这个尾巴,如果摆动的话,它被别的,比如说树啊,还有别的这个物啊,东西啊,要跨住的话,要盼住的话,那就会发生大的事故。 所以古人考虑到这一点,那么我就想到,左战里头有一篇叫齐俊安之战。 那个安之战呢,说这个齐侯很骄傲,他开始打仗的时候啊,不戒马而辞职。 他把这个马这个战啊,写成了战哨的战,其实上就是那个马子边带个战。 他这个马尾巴都不编,他说要数战数决。 那么反映他的这个很自满,结果打败了。 打败以后呢,他参观,他这个参观呀,参观于目。 目,他这个参观的尾巴,被这个目,目就是树,挂住了,不能前进了,所以就被俘了,被禁过俘虏。 所以我想呢,这也是从文献上来印证我们古代出土的这个文物。 下面我就讲第二部分,就是玉石雕刻。 咱们中华文明还有一个特点,就是这个玉器。 那么,这个玉器啊,是一个食物,啊,它有各种社会功能。 那么最早呢,玉也不会是石头,啊,是一种质量比较好的石头。 那么,那进入了阶级社会以后,这个玉,它就和食用脱离关系了,啊,或者逐渐脱离关系了,而变成具有文化意义的一种玉器。 那么,